在今天11月9日的賽事 有幾匹半冷的馬匹是值得你留意和關注的 在講這幾匹馬匹之前 首先我回答一回 最近有不少朋友都會問一個相同的問題 他們就問 為什麼你在這個channel 一直推介買Q過關 而且所用的馬匹 以近丈的同情實力馬為主 最好用來做膽 然後拖配腳 而這些配腳 亦是近丈的同情實力馬為主 他情實力馬為父 這樣去買呢 首先 我們這樣推介有幾個原因 第一個原因就是邏輯 講不講得通 因為賽馬和人類的跑步是差不多 如果有得讓你去賭一場人類的賽跑 如果這一場是人類賽跑是100米的話 那你在這堆的運動員裏面 你會投注的當然是100米厲害的運動員 你不會去買400米或者800米厲害的運動員 這個第一 第二為什麼我們講近丈呢 因為你如果去買厲害的運動員 是100米厲害的那些 你不會去買5年前4年前或者去年 你當然會去買近牌 或者上丈 或者前一次賽事那些 因為這個和他的模式 以及現在是哪些運動員呢 是有關係的 這是第二點 所以我們就非常強調 同情優先和近丈是講模式 第三個原因 當然是一個事實 怎樣知道是這個事實 如果你平時跑完馬之後 是會喜歡做檢討的話 其中一個檢討是你必須要做的 比如你買KO 你就一定要知道 平時跑完馬之後 到底是什麼馬 如果你有J排計算表 這個檢討方法 的功夫很容易做 我給你兩個例子 只要講近兩丈 首先講前一次 11月3號的賽事 因為我們的J排計算表 有一個是 叫做實力碼排序的 讓你很容易看到 上三丈的同情實力碼會列出來 和上三丈的他乘實力碼 請留意紅色那些 紅色那些就是這一日跑入Q的馬 清新動力和春風得意 就串Q了 兩匹都是同情的 近丈的同情實力碼 這條Q就是派130萬 這是第三場 第四場跑什麼呢 也是同情馬全Q 是近丈的 是美麗掌聲 答安喜 這條Q是派127個半 第五場呢 同一樣的 這條Q也是同情實力碼 這些是上將 二就是前將 三就是大前將 也是同情實力碼 寸Q 成你所願 答天意 這條Q是派121個半 再看第六場 是什麼馬寸Q 加州議長 同情實力碼 他串哪條 串了一條 串了一條 上將的他乘實力碼 尚錦恩 這條Q是派200多元的 如果看第七場的話 這裡也是 馬卡羅斯 就是同情實力碼 川河專區就是他乘實力碼 這兩筆馬轉Q 這條Q是派1100多元 第八場 是兩筆同情實力碼 寸Q 分別是大豪寶寸快馬飛馳 這條Q是派248元 第九場 也是同情實力碼 寸Q 美麗日子 搭著重草之聲 這條Q是派282元 第十場 也是同情實力碼 是同情實力碼 是幸福笑容 搭四通八達 這條Q是派1000多元 只是這一日 十場馬裏 八場都是 大部分同情實力碼 而且有些是同情實力碼 同近象的他乘實力碼 但是無論如何 而同情實力碼 近象的 在入Q的比例上 戰非常之大 所以我們說這些碼 是值得拿來做膽的 你記住 如果 你經常要做這個動作 你就非常之容易知道 接下來的賽事 是哪些馬串Q的機會大 而你的任務 而你的工作 就是透過這個 職業排位計算表裏面的 計算功能 去找出這些馬的真正實力 如果你有看之前的影片 我們講了很多次了 怎樣做 你應該知道了 然後去買過關 這樣買 你的成本就是幾百元下注 是可以很容易波過萬 甚至十萬以上 好像這一日幾百元Q是非常之多的 OK 跑完的11月6日的賽事 而那些入Q馬又是哪些馬呢 如果你看第一場的話 跑出來的是旋風腿搭人多多 旋風腿也是上將的同程實力碼 人多多就是他程的實力碼 而這條Q是派87元的 第三場 跑出的是同程實力碼 第三場 索先生 踏馬功臣 這條Q也是87元的 第四場 兩匹都是同程實力碼 這條Q是派170元 第五場 跑出的是同程實力碼 牛精輝煌 踏一匹他程的實力碼 這條Q是派101 而第七場 跑出的是同程實力碼 轉數高 踏他是他程的實力碼 噴火龍 這條Q是派89個半 第八場 跑出的是同程實力碼 正陽清風 踏一匹他程的實力碼 銀河飛馬 這條Q是派1220 而第九場 跑出的兩匹都是同程實力碼 分別是武士精神 搭優柔黃 這條Q是派280 這條Q是派280 如果你有做開之前的賽事 這樣去看入Q碼的分佈 你會看得很清楚 所以我們說 這條Q的計算表裏面 這個功能實力碼 列出的更長的同程實力碼 這個功能 你必須要有的 無論如何 就算你沒有這個表也好 你平時跑馬前 都要把這些碼列出來 因為為什麼 你列了出來呢 你大概已經有一個概念 開出的入Q碼 通常會在哪個範圍 還有如果要你穩膽的話 你會集中在哪個範圍 是不是說過了 穩膽最好在這裡 同程實力碼 最好上象 旗子周圍 第二象 腳呢 也都是 這裡其他要拖 形勢好的那些 還有他情的實力碼 也都要兼顧 這個 就是你買Q容易命中的關鍵 所以這一天 當然由於這一天 有很多Top2的騎士 潘頓莫尼拉 這一天九場碼 他們七場都有他們的買入Q 所以這一天 我們也有很多 例如計算表的用者 這一天是過到三關的 因為這個原因 我們有說過了 如果你不是泰斯特簡膽的話 那你就不如集中買Top2的騎士 他們的同程實力碼 拿來拿一口 這樣買 你的命中機會會大些 當然 如果你已經是熟手了 你不一定要 只買他們那些 可以買其他的同程實力碼 而且他的真正實力是強的 說過了 真正實力可以透過這個位置 看得很清楚 還有當然 用計算表 可以馬上篩出來 那我就在這裡 首先恭喜 我們那位叫阿金的朋友 阿金就說 他很喜歡買雷神 幾個星期前 我們應該有一條片說 他命中的過三關 他這一天又給他重複到了 這一天是11月6日 他就買了第一場 第五場 第九場 都是用雷神的馬做膽 買了一拖三過三關 又給他過老關 540元買 他收了2萬2 我們看回他第一場 很容易的 握個同程實力碼 旋風腿 是因為原因 當然是排內蕩 是不是 他拖呢 他拖是 排七蕩的肥仔 九蕩的潘頓 還有另外一批他城的實力碼 有一批看見到 排內蕩的 就是這批贏多多了 其實他拖的和我們 基本上是一樣的了 九拖四十一一 結果這條Q就跑 贏多多 旋風腿 這條Q就排87元 他第二關呢 就是買第五場的 莫尼拉的 也是同程實力碼 牛精輝煌 是不是在上將的 他拖呢 他拖了內蕩那些 中內蕩那些 他就沒有拖這幾筆 去到馬 他覺得難怕同程的 所以他拖了上將的三匹他城的實力碼 而這三匹全都是1650的 如果你有看我們之前的影片 我們講過了 很多馬在跑那個千百米前 通常有個動作 就會在1650 如果跑局數千百 就會在局數1650 如果田祖千百 就會在田祖千六 來一次熱身去試馬 很多馬試完之後 跟著正式上他們 這次拖了那個千百 所以他說他有看這條片 就非常多謝我們 所以他就在這裏 上三將有四匹的1650 買入面 他就買了中外蕩的三匹 結果他一拖三匹 牛禎飛王拖這三匹 就被他中到這條Q了 牛禎飛王答序 醒神這條Q是101元的 那他在尾場 他就買的就是 雷神那一匹 武士精神 雖然是排外蕩 但是這匹馬是可以放頭的 在谷草一千 田祖一千 看到嗎 這裡說武士精神 田祖一千都可以放 所以他不擔心那個蕩 所以他不擔心那個蕩 現在他拖的馬 就是拖中內蕩 那些特別是內蕩 所以就是 當然他去那個 劇場表那裏 就選 貴奈的上兩匹 武士精神 就是拖他 抓他膽 接著拖了三匹 盡開眼 極速王 幽柔王 這個是這三匹 因為這三匹比較中匹 就是內匹多些 其實他這場也跟我們一樣 我們也是這樣的原因 武士精神膽 也是拖 盡開眼 極速王 幽柔王 結果這條Q 就開武士精神疊 幽柔王 就派202元 讓他順利過關了 就收了二萬多 那我就在這裡恭喜阿金 也就是那句 我們講過了 如果你照著這個系統 對著你命中的機率是非常之大 所以可以做到 成日重複 如果不幸運的話 可能收餅幾 兩餅 如果幸運的話 分分鐘收十餅以上 也有可能 繼續努力 當然這一天由於潘頓 也有很多馬跑入 如果喜歡買潘頓 或者買Top2騎士 也很多人過了三關 我就在這裡不點名了 就恭喜你們 繼續這樣去買 這一天其實潘頓 也有四匹跑入 也都是索先生 第三場 是上將同情實力碼 第四場 潘頓的讚光祭聚聖 也是上將同情實力碼 第六場 潘頓的愛馬劍 也是上將同情實力碼 第七場 亦都是轉數高 亦都是潘頓的同情實力碼 所以如果你自己 不是太少選擇 當然我們講過了 你就可以參考這群朋友的方法 就是集中買Top2騎士 而且呢 集中買他們更像的同情實力碼 特別來自上將的 OK 好了講回今天 11月9日的賽事 這一天 又是有很多 Top2騎士 即是雷神和潘頓 所拆騎的同情實力碼 是更加的 而這些碼 當然特別是你去刨 或者從中簡記不造膽 所以如果你是集中 用者這個動作 其實每個賽日 你都要去做 OK 在這一天 我就不講Top2騎士 主要講他的碼一匹 好了我就講其中一匹 你現在有分頭的先 這匹就是第10場 三班千四 潘頓騎過匹 九號碼大眾歡呼 原因就是 如果你去第10場 按下去實力碼看 你會見到 同情實力碼近藏有很多 只是上將那些都很多 已經有6匹了 而且全部都是跪下來的 所以這一場賽事 有這麼多同情實力碼 那時候 怎樣去選 當然最好的方法 就是用計算表 如果是慢步速 你就會看那個目段 用快的慢去選 如果是這場有步速的話 當然你就要用時間去看 我們自己就覺得這場 這場的步速快的機會大 原因就是 第一 這場有一匹叫做 在響其成 是一匹放頭碼 而他放過的時間 57.81 是比標準的時間快很多 標準的步速是58.65 是不是 他這場是楊綿輪騎 在外檔搶進來 這次他又在外檔 所以如果 除非他留後 如果跑出來 那次又要用力 那步速可能會偏快 這是第一個機會 第二個 也是另外一匹 何不可以放頭的馬 就是 我們看看這匹 那如果你是看那個圖的話 就是有一匹 叫做 香光穩盛 那如果聽了名 其實你已經知道 這匹是什麼碼 沒錯 它是一匹 短圖 的放頭碼 如果你看 香光穩盛 的話 看到嗎 全部都是拍短圖的 對不對 而且 放頭 放頭 上漲 放頭 時間 都是比短圖的標準時間 通常一匹短圖馬 如果用放頭的跑法 跳程的話 那 快步速的機會 比較大些 我說當然那匹短圖馬 在短圖是放得快的 那香港穩盛 就是這匹這樣的馬 所以 這場有很大機會 那個步速不會慢 是可能偏快的 那如果在這個情形之下 那 如果你去那個計算表那裡 如果選擇 上三仗 櫃內的也好 上季至今的也好 OK 那這個是末段 如果你把本質的時間拉過來的話 你會見到 這個是時間 當然 批第二塊那筆 就是大眾歡呼 我們之前說過 當你遇到一個 很快步速的馬 在那裡的時候 中外檔的馬 比較著數 OK 外檔 大後想那些馬 就沒那麼著數 除非那筆大後想馬 它本身的時間 也是快的 對不對 所以你看到 大眾歡呼 它的本身時間做到 一分二十一個一百 就是同標準的時間 比標準的時間快很多 對不對 那如果你是 就是數據庫的用者 你可以去看時間 那你可以去短圖那裡 那你會見到 今季那年 因為它跑第四 如果把它前世面列出來 它那個大眾歡呼 一分二十一個一百 其實是很快的 就快過二班的標準時間 是不是 只是慢過 吸制賽的標準時間 一點點而已 所以如果這一場 真的 出現了快步速 那這筆大眾歡呼 就比較著數了 而且它是排中檔的 潘俊傑來的 當然另外一個原因 就是這筆馬 是一筆剛剛起步的 側身馬 照計應該還有很多 進步的空間 怎樣知道呢 這些不是猜的 那你看它這隻馬 是出賽了四次 是上季開始起步 它一出賽四班 連人兩場 都是千二 是不是 那接著升三班 通常升三班 對著這三班高手 比較難跑些 它都同樣是入球 而且還是第一次跑千四 不要忘記它四班起步 是沒有過在外國的賽職的 OK 四班起步的馬 全部都是第一次比賽 這個第二次比賽 也是第一 第三次比賽 做升三班 挑戰千四 就已經入球了 證明這筆馬是不簡單的 所以 今季跑完一仗 熱身 都跑過第四 即刻又換回潘頓 之前全部都是潘頓 今次即刻又換回潘頓 所以 這匹馬如果是 預著形勢 步出快的話 它是比較著數的 所以這匹半冷的馬 是第一匹值得你留意的 OK 無論你打算拿它做膽 或者配它都好 這匹馬是絕對值得你留意的 因為它是一匹半冷的馬 有8.5倍的 好了 另外講一匹是第五場的 短途一千 講過了 短途一千 放頭是最著數的 如果你去看這場的實力碼 你會見到 上兩將的同正實力碼 是跪下那些 只有兩匹 如果上三將就有三匹 如果你只在這裡看時間 你就知道這匹馬是最快的 就是奮鬥同心 它是放頭的 是快過標準時間 很多的 這個就是四班 三班的標準時間 五十六個六 它都是快過很多的 如果你看回這匹馬的 今季的一千馬的時間 前兩名 你就會見到 五十六 這匹奮鬥同心 排得很高的 是不是 它上面全部都是三班 而且它做的時間 五十六個零五 是基本上是慢過 吸制賽的 而是快過二班 五十六個一五 還有一件事值得你留意 這匹馬呢 除了它本身時間快 很多放頭馬 短途 是憑前速地放回來的 那些馬快 但是如果遇到前面有些馬 拍著鬥 那些馬是有機會 就是那個末段會斷 因為很多馬是前快後慢 但是這匹馬 五十六個零五 它的末段絕對不慢 你看到嗎 它的末段是做二十一個九五 是快過三班的末段 二十二個六五 是不是 也是快過吸制賽的二十二秒八五 那個末段 所以其實這匹馬 這個五十六個二 不是用那個前速純粹跑回來的 而是它的末段也是很厲害的 所以如果你看回這一場 你這樣去比較的話 你會看回這三匹的同情實力馬 它的時間是最快的 如果你當末段的話 它也是最快的 也是快很多的 所以這匹馬 由於它是形勢有利 即使上將跑四班馬 上次是132 這支揹的榜輕很多 而且又是一匹 有分頭的半打馬 7.3倍 所以也是第二匹 你值得留意的 OK 好了 第三匹 有一匹馬 也值得留意的 就是 第七場的五號馬 安期 如果你去第七場的實力馬 那裡 你看同情實力馬 還有一匹 安期是一匹放頭的同情實力馬 但如果你看它的時間 你看到它做到 1分20秒 400 對不對 是快過這匹所有的近三匹 的同情實力馬 那就是說 如果這一匹它又是這樣去放的話 你看它放的時間 58.1 2是快過標準的 報速的 而且它的末段 也是不慢的 也是22個多 所以如果它是這樣去 金匠也是這樣快放的話 而其它的馬 都不是那麼容易追到它 因為它的時間夠快 那我們再看安期 是一匹什麼馬 這個很重要的 看一匹馬 到底是老 平分母 還是在上 你剛才這樣看 上季你看到 4個Win 那就是說它還在上 最重要看最後贏的仗 這一場 它是贏 兩個半身位 講過了 通常都是一匹馬 在草地上 兩個身位以上 加了分 通常都有的 是不是呢 果然 加完分之後 拿著133磅 都跑第二 不是跑第三 是不是 跟著呢 上將 也是跑第二 減磅 今次 再用減10磅去跑 那如果這場安期 如果塗鎖鎖 又放到出來的話 那它的機會就很大了 當然 它如果放不到出來 我們就不知道 會發生什麼事 但我們預計 它有很大的機會放到出來 因為這場的放頭馬 不是那麼多 而當然最重要的 亦都是安期 亦都是一匹半冷的馬匹 這三匹馬呢 無論你打算用來做膽也好 用來做配角也好 無論如何做得如何 你都要花一點時間 看下這三匹馬 那個錄影帶 看它怎麼跑 然後我們才做個決定 所以這三匹馬 是這一天值得 你留意的半冷馬 都說過一句 這一天 當你有深水的馬膽 那時候 最佳的方法 當然是買Q過關 是不是 怎麼去拖 相信你現在已經知道了 OK 就是找比較穩健的同情馬 做Q膽 然後拖配角 如果馬匹多的話 那這個計算表 就可以幫到你手 是不是 就可以去計算表那裡 去呈真正的實力 你這樣做的話 你就可以把配角的數目 減低 然後給你去拖一拖三也好 一拖四也好 然後去買過關 OK 這樣買呢 你幾百元下注就很有機會 是賺過一萬 甚至十萬以上 記住 如果你是真意牌匯計算表的用者 這些 今天這一天的賽事 你也可以重複用這個動作 OK 如果你還沒有真意牌匯計算表 和真意數據庫的話 當然我建議你馬上要有 因為當你有了之後 你不單是找膽容易 找腳也容易 換言之 你去買Q過關 命中的機會也會大增 OK 所以千萬別不信 未來的賽日 即是今天的賽日 分分鐘過關 過到大爺 過的人士 就是你了 如果你還沒有有 計算表 和數據庫的話 你只需要去 我們的影片下面 要訂閱請他以下 按進去 你就可以立刻擁有 你就可以立刻用了 你平時買馬 是否經常喜歡買Q過關 但很少命中 我講的很少命中 即是連過兩關都很少命中 你平時是否很喜歡買三重彩 四重彩 你所行的膽 甚至買福膽都很少命中 你平時是否很喜歡敲一些冷碼 但不知道怎樣入手去選 才是最有效 你是不是還沒有職業排位計算表 和職業數據庫 這兩個很多職業團隊 都所採用的選碼工具 如果是的話 我就建議你 立即按我們這個影片下面 其實任何的影片下面都行 即是在影片下面 如要訂閱請他以下 這個位置 按進去 立即訂閱 立即擁有這兩個表 為什麼我建議你 不要再等了 立即擁有這兩個表 有四大原因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 我們這兩個表 已經有了效果的證明 因為由上季至今 我們已經幫用者累積了 所收的彩金 已經過了千萬 我們是全部有實例證明的 你可以看回 我們BuddinBuddin這個channel 你去我們下面那個playlist 即是 J21計算表 如何幫用者以小本人過萬 那些實例 很多很多實例 你可以看 全部都是有實例證明的了 那就是這兩個表 是可以真真正正 幫到用者 是用小本寶島大的 而且我們的實例 那些用者所買的 都是全部幾百元而已 是不會用超過 一千元的註碼 以外去駁個萬是沒有 全部都是幾百元而已 所以這兩個工具 是可以真真正正幫到你 以小本寶島大的工具 而且有了證明 所以這個是我建議你 立即按進去這個位置 去訂閱的第一個主要原因 而第二個主要的原因就是 我們教你怎樣去用職業排位計算表 以小波大 而我們建議你所集中的 所買的馬筆 全部都是 跟正實例碼為主 他正實例碼為主的馬筆 如果每次賽馬後 你都喜歡看下賽後檢討 其實其中一個檢討的方向 你可以看一下那些馬 跑油Q或者三紅菜四紅菜那些馬 是不是經常是有 跟正實例碼特別是緊張的 包辦 如果你看之前 保證你會有驚人的發現 就是很多很多很多都是這些馬筆 所以正正是有什麼馬筆 所以這個職業排位計算表 就可以幫你有效地 在那些更像的同情馬 實力碼裡面 篩選出真正有實力的馬筆 去給你投注 而這個功能就是計算表 如果你有看這個channel一段時間 你應該知道很清楚我講的是什麼 所以換言之 第二個 建議你立即進去 擁有這兩個表的原因 就是你可以 如果你是用這兩個表 是運用我們所教你的方法去買 就是買Q過關 或者三重賽 或者四重賽 而三重賽四重賽 只是把馬彈排在第一第二 而不是走複式 而Q過關 你可以過兩關 過三關 甚至你可以買馬鐵 甚至三重賽 都可以 因為這些全部都有用者中過 你可以看回這裡 你可以看回我們之前 那些實力裡面有很多的 三重賽 馬鐵 全部都有人命中過 而且很多都是不斷重覆 所以第二個主要原因 你需要立即進去這兩個表 就是 你以後所買的馬 是有非常大的命中機會 因為我們叫你 後的馬 全部都是更像的同性實力馬 換言之你照著買 你可以不斷重覆命中 而且你所買的Q過關 就是換句話說 你以後所買的馬 全部都是真真正正可以 以小博到大的 可以博過萬的採持 這樣買 你才有機會博更大 這樣買你才有機會 不斷重覆命中 我的意思就是 如果你保持著買一段長時間 例如一季兩個月這樣買 我可以保證你可以重覆命中大 因為已經很多用者都是這樣 有這樣的經驗 而且在這個頻道跟你分享過 是不是 這個第2個原因 第3個原因就是 擁有這兩個表 你每天每個賽日的成本 都是30元而已 其實30元就等於買一個工具去選馬 是不是 其實你每天每個賽日 你都會花幾十元 例如30元左右去買工具 例如賽前你可能會買牌位報紙 是不是 看賽職或者馬步看賽職 賽日你也可能會買賠率版 或者看人家的貼士 是不是 其實每個賽日都差不多 你買了30元 但問題就是 你以前那30元 如果你買了很多年的馬 那些工具對你有沒有幫助呢 如果對你有幫助 你當然可以繼續去運用 但如果對你沒有幫助的話 那為什麼不轉呢 因為你每個賽日 也都是只需要花30元而已 就可以立即擁有職業排位計算表 和職業數據庫 這兩個很多專業團隊都用過工具 那為什麼你不用呢 更何況這兩個工具 才可以真真正正幫你用幾百元去播一個萬 是不是 因為我們已經有不少的實力給你看了 所以我建議你 立即去擁有這兩個表 按右這個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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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即訂閱這兩個表 第三個原因 那當然第四個原因也很重要 因為當你 立即擁有了之後 因為你已經看過我們這個影片 一段時間了 channel是不是 你會知道怎樣去買了 那當你運用同一個方法去買的時候 例如買Q個關或者35賽或者4重賽 在未來的賽日分分鐘還打野那位人士 就來了 千萬不要不信 是不是 因為我們有很多都是初用者 一賣即中的 所以千萬千萬不要不信 在未來的賽日 可以播種大野那位人士是你 而且還是用小本去播種大野 OK 所以最後 多說一句 如果還沒有的話 就立即按這個位置 就是要訂閱請去以下 立即擁有這兩個表 立即運用 OK 千萬不要浪費任何一個賽日 因為每一個賽日 都是你可以以小波到大的賽日 絕對不可以互亂浪費 OK 如果你覺得這次的影片對你 將來是有啟示的 或者有幫助的 就麻煩你在這個位置 Like 不斷按一按 鼓勵一下 OK 如果你是第一次看這個channel 而且想學多些 關於如何可以真正小本播種大野的買法 那我就建議你 按這個 就是訂閱了 因為為什麼呢 當你按到這裡 當你訂閱了這個channel之後 我們有很多新的video 新的方法 新的用者的心得 你就不會再錯過了 這些對你以後 揀碼 怎樣去揀碼 怎樣去買碼 怎樣去投注 怎樣去真正用幾百元去播過萬 是有非常大的幫助的 OK 所以你不想錯過 以後新的video 就建議你按這個位置 訂閱了 好了 我就在這裡 就預祝你 在接下來的賽亞 又過到關 又播到大野